黎兹早前趁中秋带家人游澳门,顺道提前庆祝52岁生日,与父母及弟弟黎英到多个著名景点,一家人度过一个愉快的短暂旅行。 黎兹昨日20日在社交网再度上传一家四口的照片,带父母到深湾游艇会一同为黎英庆祝生日,黎兹更简单写道,HAPPY BIRTHDAY TO MY BROTHER。 照片中,见到穿上套装的黎兹,与父母笑容满脸,与弟弟黎英切蛋糕,黎英穿上粉红色上衣及外套,打扮有型庆祝生日。 而最令人惊喜的是,黎英在家人的扶持下站起身合照,黎兹与弟弟站着拍摄的二人合照,更是相隔五年在出现。 全家人都兴奋不已,黎兹母亲尤其高兴。 2018年10月,黎兹为黎英的事业扩展版图,当时黎兹就与黎英站在公开内合照。 黎兹微微搀扶弟弟,两姐弟格外开心。 黎兹当时表示,每次我感到疲惫的时候,都会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持我,鼓励我。 我弟弟十多年来为生命而奋斗,虽然他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但他依然拥有坚定的意志,积极的观念。 以及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每一次我在工作上遇到难关,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总会重新燃点起我对工作,对医学美容行业,对生命的热忱。 今天,弟弟可以站起来与大家见面,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他的坚毅精神是令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我会继续奋斗下去。 李兹15岁进入演艺圈赚钱补贴家用,帮忙供弟弟读书。 李英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成为皮肤科医生,前途一片光明。 不过,李英2007年因车祸制半身瘫痪,与弟弟感情深厚的李兹毅然放弃演艺事业。 一年宣布退出娱乐圈,并嫁富豪马亭强,肩诞下三名女儿,其间转头商界成为女强人,专心打理李英的医学美容生意。 李兹曾在访问中谈到弟弟出意外后,脑海一直浮现退圈的想法,到最后我领悟了一个东西,就是要懂得去放下。 为了家人,李兹在经深思熟虑后,心甘情愿离开娱乐圈。 12月20日,前TVB事后李兹晒出一组为弟弟李英庆祝生日的照片。 只见弟弟坐在轮椅上,李兹半蹲双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面对镜头微笑合照。 李兹的85岁老父亲和八旬老母亲也出动,一家四口开心合影。 庆祝期间,李英还摆脱轮椅站了起来,一家四口拍全家福。 李英浅白色衬衣搭配绿色飞行夹克,牛仔裤配白色运动鞋,潮流之余也很显年轻,丝毫看不出他已经年近半百。 2007年,李英出车祸后,李兹吸引照顾弟弟。 经过多年的康复,李英基本已与常人无异,只是头部还是有些歪,且眼睛可能受到重疮,现在要经常戴着墨镜。 现年52岁的李兹,比弟弟大四岁,二人感情一直很好。 长大后,李兹继承家业,进入演艺圈,弟弟则成为一名美容医生,在香港颇有名气。 十几年前,李英事业有成,还在香港开了美容诊所,出席活动也是一家奇奇行动。 有港媒曾报道,张柏芝在嫁给谢霆锋之前,还跟李兹的弟弟李英有过交往。 当年的李兹是TVB大花,香港女神,也为弟弟的诊所带来很大知名度。 看到李兹为弟弟庆生的照片,不少网友都感慨, 好棒,能有这样一个姐姐也是人生幸福。 女神用洪荒之力支撑了这一家人,从心里佩服。 李英自出车祸后,瘫痪了11年,2018年才正式站了起来。 当时李兹的美容院开幕,弟弟西装,格力面带微笑到场庆祝。 现在回看,李英五年前就已经能站起来了,只是车祸受到重创, 她更多还是坐在轮椅上。 李兹今年生日,她的老公马亭强和三个女儿为她庆生, 而她的爸妈和弟弟则提前为她庆祝。 为李兹庆生时,弟弟也是一直坐在轮椅上,头部还是有点歪。 其他的合影里,弟弟的状态也是如此。 今年中秋去澳门旅游,弟弟还是坐在轮椅上。 但对比几年前,李兹带家人去游乐园玩, 同样是坐在轮椅上的李英, 今年的状态比往年要好了许多。 可见她的身体在姐姐的照顾下,已变得越来越好。 李兹今年做客鲁玉的节目时曾表示, 自己2008年拍完珠光宝器退出演艺圈是因为弟弟遭遇车祸, 她决定全面吸引接手弟弟的事业。 我延续她的心血,让她有追求生命的热爱热情在。 如今看到弟弟这么健康,相信她一定倍感欣慰。 从女艺人到女企业家,身家过亿的李兹在经历人生低谷后重新出发, 用努力与坚持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家庭事业都搭理得有声有色。 算是圈内的凯摩巴志, 2008年,演员李兹做生意失败, 这时候弟弟又出了车祸,急需救命钱。 她迫于无奈, 找到了追求自己六年的残障富豪马亭强。 马先生,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借我点钱吧。 马亭强从小因为基因缺陷,导致腿不激便,走路一瘸一拐, 不过好在她的父亲是港圈的聪明富商, 所以也不会明面上受到冷嘲热讽。 爱美人之心,君子皆有之。 马亭强也是如此, 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在娱乐圈找到一位不会介意自己样貌和身体的女明星。 为了达成这个愿望, 他每次都会关注港圈内远近闻名的选美小姐比赛。 可是这些美女不是名花有主, 就是居心叵测, 爱她才却不爱他人。 遭受几轮打击后, 马亭强只能将目光投放到娱乐圈内, 希望可以通过和经纪公司达成合作, 能接触到更多的艺人。 但这些公司的艺人, 不是被导演提前物色好, 已经将他们收入囊中, 就是因为对方要价太高, 迫于无奈只能放弃。 和公司合作也不能得偿所愿, 马亭强又再一次把目光锁定在演艺圈内, 希望这次能如愿以偿, 抱得美人归。 这次马亭强是得到很多美人的头怀送抱, 可是这些主动的人中, 大部分都是把目的写在脸上的人。 在马亭强面前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可是转头却是在私底下和别人对他评头论足起来, 说他是, 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甚有超知。 马亭强能在年纪轻轻就拥有5.8亿的资产, 自然也是月人无数, 对方心里想什么也是略知一二的, 只是看破不说破罢了。 所以对这些倒贴的美人也不是很感冒, 本着, 宁缺无烂的原则, 马亭强一直在演艺圈继续寻找着。 在一次商会宴请上, 马亭强对演员黎姿也是一见钟情, 恨不得在此刻就抱得美人归, 原因是黎姿这个人的行为太讨人喜欢。 马亭强拄着拐杖, 一步一踉跌地朝黎姿的方向走过去, 却因为走得太急, 失去平衡而摔倒在地。 听到想动的黎姿也是回头观望一下, 二话没说就上前前去将马亭强给扶起来。 起初的黎姿并没有像其他女生一样对他上下打量, 而是静止将他扶起, 还有善地给他扶去身上的灰尘, 这让马亭强甚是感动。 为了能追到黎姿, 马亭强可是坚持了六年之久, 不仅像其他富豪一样, 给他送个是个样的牌子包包, 还去剧场去给他加油打气, 可是始终都没有等到黎姿答应的交往。 在黎姿视野稳定上升的时候, 黎姿也开启了自己的公司, 可是老天却在他一切向好的时候给他榔头一抱。 黎姿的弟弟在那年不幸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导致脊柱受损, 基本一辈子都要在床上度过余生了。 为了能让万念俱灭的弟弟重新振作起来, 黎姿也是亲力亲为, 不仅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拿出来, 给弟弟治病, 还在弟弟病情加一下恶化的时候, 卖掉房子和车。 这大把钱砸进去, 却没有看见丝毫的起色, 由于黎姿把全部心思放在照顾弟弟起居上面, 对公司的运营也是有心无力, 从而导致公司濒临破产。 这前后的打击让坚强的黎姿有过一死了之的念头, 可是想到弟弟再无人照顾了, 又打消了这个极端的念头。 面对昂贵的医疗费, 黎姿向熟人、导演、公司、银行借钱, 可是基本上都是遭到婉拒, 因为大家都知道此时的他已经是分身乏术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下, 黎姿看尽了事态炎凉,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 向追求他的马亭强发去求助。 马总,您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实在不知怎么办了, 现在只能找你了。 马亭强自从接到黎姿发来的短信后, 也是火急火了前去医院交完手术费, 并向黎姿提出一个要求。 有了马亭强聘请的专业医生后, 黎姿的弟弟的身体也是在慢慢恢复中, 甚至还在半年内就能下地缓慢行走。 看到弟弟安然无恙后, 黎姿找到马亭强, 并小心翼翼询问, 马总, 不知道您当初说的条件是什么呢? 马亭强也是快人快语, 我想和你结婚, 不过这不是我要挟你的筹码, 只是单纯从爱慕出发, 你也不要因为我帮你就答应我这个要求。 黎姿被坚持了六年的马亭强给打动了, 于是在再三思索后, 答应了马亭强的求婚, 婚后还有三个小孩, 很是美满。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